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今天很高兴有这么多同学 还有老师来这边跟我一起来 分享这些教学的经验 其实要来讲这个演讲 其实一开始还觉得蛮错愕的 因为在座的所有的同学 都是台大或跟台大相关的同学 这个学校里面不是老师就是同学 所以我与我的学生们 每一个人都是在这种状态中 每个老师都有很多的故事 每个学生也都有很多的故事 所以这故事是永远讲不完的 那What's so special 为什么今天要来讲这个呢 那我想作为我个人的话 就是一个台大的老师 我想也没有什么特别的special 那尤其是这个以数学为主题 我想这个已经先吓跑很多人了 所以实在是算不上有什么很大的吸引力 但是谈到这个学生 学生跟老师之间的互动关系是很微妙的 它是一种原本 它可以 一个学生遇到一个老师可以不发生任何事情 然后就这样子 匆匆的就几年就过去了 但是他也可以变成是很好的朋友 他甚至可以变成人生中的工作的伙伴 或是延伸到很远很远的地方 所以在台大尤其这是一个蛮值得去study的一个场景 因为台大当然有台湾最好的学生 所以台大当然有这个责任要培养这个国家最好的下一代 所以这个本身就很严肃 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我觉得我愿意接受这个工作 来跟大家分享一些 那我到底有什么样的经验可以跟大家分享 那我想了一下这样子 我当然就跟大家一样 所有人都从事过教学的经验 所以也可能当过家教、助教之类的 那大致上我们 我把我今天要讲的做几个分类 第一类的学生就是他有非常强势的背景 什么叫强势的背景呢 就是可能他家非常富有 经济状况非常良好 或者他的父母都是高所得高教育 反正anyway就是他有很强的support 不管哪一种方面 那当然相对就有很弱势的背景 在我们这个学校 当然有很多表现非常杰出的学生 可是表现非常杰出的学生也有很多种 那我列了两种 当然不是只有这两种 一种叫做天赋型 就是这个好像有这个 与生俱来就有一些很奇怪的这个专长这样子 立志型呢就不太一样 立志型是从小就觉得好像一定一生要干一般大事业这样子 那我想我们会遇到各式各样这样的人 那这里面的每一种人其实都是非常不一样 都是非常不一样 那我想各位一定在你这个 是你可能已经遇过了 或者说你接下来 或者你现在 其实你会遭遇到这些各种不一样的情况 所以我也许我今天所讲的可以 那对大家有一点参考的作用 那最后讲完这些例子以后 我想还是一个反省 反省主要就是因为其实我上面所列的并不是全部 还有很多都不在我讲的这个范围里面了 那好吧 anyway 我想想在我们开始讲这些 我的这些学生的案例之前 我先告诉大家就是 所有我现在人还在台大的学生 我全部今天都不会提到 所以这样以免这个有一些干扰这样子 所以我谈的都是现在人不是在台大的 那当然那我们先clarify就是教育 我们心中所想的教育大概是什么 我想至少就我自己的观点来讲 就是一个人最重要的就是 就是怎么样从自己的内心里面去了解世界 把你自己内心里面很奇怪 所凝聚的一些不管是情感 或者是各种的对周遭的这种反应 然后你透过这些东西 最后你去了解到这个宇宙 这个社会 那当你可以把你自己的内心跟外在连成一起 而且你发现到你所想的跟外在的运行 是很磨合很切合的时候 你的人生就非常的完美 就是你的人生就非常的非常的 你就到达一个好像我们说一个人修到 修到了最高的境界就是那个样子 可是这就是至少在我看来 这无非就是教育的目的 我不知道大家觉得怎么样 那目的是这样子 可是要怎么做呢 我想我也不知道要怎么做 但是我可以告诉大家 比如我们都会觉得世界上有一些很有名的学校 比如说我不知道你觉得台大是一个很有名的学校 但是你一定会听说英国很有几百年来的历史的 剑桥、牛津、美国两三百年历史的 Princeton、Harbor 或者说比较新的一些学校MIT 法国、德国有些很有名的学校 这些学校为什么很有名 这些学校为什么 我们谈到它的时候会觉得它是一个 为什么我们觉得我们要去听这个学校有什么故事 那我想最重要是因为它有典范 它曾经出过影响世界历史的人 比如说如果你看过最近有一个电影 我还蛮喜欢的就是在讲那个Hawke 这个物理学家就是残障的这位物理学家 他在完成他的博士论文的时候 他研究黑洞 那他得到一个突破的时候 他的指导教授非常的高兴 就邀请他到他们那里面最重要的一个实验室 我其实忘记那个实验室的名字是纪念哪一位伟大的物理学家 但是他非常非常的兴趣 因为知道他被带到那里就表示他被认可了这样的一个位置 那我想如果是在英国 当然我们知道如果你被你也知道 叫做带到牛顿的chair上面去坐上去一次的话 我想你的感受是完全不同的 那这个就是非常重要的事情 那在我们整个华人的世界里面 或者说台大 我想我们这个手法还是非常的缺乏 我想还是非常非常的缺乏 那所以在教育的这个范围里面 我觉得教育是有很多种层次 一种典范这种层次是一个很远的地方 你可以去追随的 有些是技术的层次是 是你在身旁 你在读书的过程中 你要看到你的老师或是你的同学 是怎么样在进行这些学习或教学的活动 那所以作为一个老师当然 他自己一定是要以身作则 这句话的意思就是 最简单的就是好像如果你是一个钢琴家 你去教一个小孩子弹钢琴 你讲的话天花乱坠 然后叫他念好难的曲子 结果他念得不太好的时候 你自己示范给他看的时候 你也是断断续续的 你想这个小孩子他还会理你 你可以跟他讲说 我是已经几个月几年没有练了 所以我现在想我以前多厉害 你可以讲这种话吗 这个是绝对行不通的 在音乐的世界里面 假如你是这样呈现你的话 你就不是一个音乐家 那所以对于教育的现场也是一样 你作为一个科学家 或者你作为文学家 你作为一个艺术家 我想你自己是怎么样 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这个是我想就是 在台大这个环境里面 我想这些都是非常非常基本 但除此之外还有一个 就是我今天的主题 因材施教 在我这个如果你看了 我们演讲的一开始的公告 那这个就是跟学生真的有关的 因为学生是都不一样的 学生都不一样 所以就算你有前面所有的这些东西 你还是要面对这个学生到底是什么状况 那你到底要用什么方式来跟他进行这些活动 那为了让大家 我演讲的习惯是一定要先出几个题目 让大家想一想 然后结束的时候我们有30分钟的 这个希望跟同学能够有个座谈 那我希望大家可以提出各式各样的问题 来互相激盪 但假如你还没有什么特别的问题 我先讲了三个问题 这个是大家常常看到的 那 Krits 就是说这三个问题是符合逻辑吗 第一个问题是 我们一天到晚都听到我们很多很多的家长 或是很多的补习班教育工作者 整天都讲说不要让孩子输在起跑点上 这是第一个问题 这句话到底有没有意思 这到底对不对 第二个呢我每次去上那个雅虎很讨厌 那个雅虎现在广告很多 然后每次第一个看到的广告就是 如何交出自乌生 然后这个 这到底是一个正确的叙述还是 还是怎么样 这到底是一个怎么样的问题 然后 那有些很耍帅的人 他就很喜欢讲他自己多厉害 然后就最喜欢讲诸如此类的话 这只是一种讲法 就是我的最大特色就是 我没有任何特色 那这的话你可以把那个特色改成 任意形式的字眼 有些人很喜欢用这样的方式来讲事情 更不要讲说我们的这个 如果去听我们的政论节目 或是立巴尔的人讲的 大部分都是比这个都还糟糕的 逻辑上都还不如这个东西的 Anyway 那三个题目让大家稍微思考一下 就是我今天希望 谈的大概有点什么样子 那当然会那样子写 是因为毕竟我是一个数学系的老师 所以刚刚那三个问题 当然都还是比较属于 有点逻辑上的那种架构 那我们开始要进到今天的主题 开始演讲 那题目是我与我的学生们 所以我一定要简单的讲一下 我大概是怎么样 那刚刚李老师已经介绍很多了 所以我不需要讲太多 我只要告诉大家就是 我为什么会变成一个 我为什么会做数学 我为什么会走到这条路来 那数学是很冷门的 然后在这个社会上 大部分是家长是不支持的 那我爸爸也是一样 我爸爸是一个生意人 那他本来是算是 我们家境算蛮不错的 但是他不喜欢 他希望我可以去当医生 跟大家很多的这个家庭是一样 那因为我就不愿意接受他的这个建议 所以我们就有点家庭革命 所以我从高中开始 就没有拿过家里的钱 那这是为什么 迫使我必须要很早 就开始去当家长 那 可是当时有一个很讨厌的事情 就是我念武林高中 我当时的成绩是不错的 蛮好的 所以理论上 我们学校所有的奖学金 我都是排第一个 可是这个奖学金很讨厌就是 他的第一个条款就写说 你必须要有勤寒证明 可是我家明明就很有钱 我不可能拿到勤寒证明 那虽然很多人呢 也都是去跟这个村里长 就是明明家里也很有钱 去拿一个勤寒证明 可是我觉得这个就是完全就是欺骗 然后在 因为你知道数学是一个最讲究的就是 真 善 这个数学的价值就是这样子 不想说不可以啊 所以后来我就从来没有领过任何奖学金 那 那时候我高中的时候其实过得 算是还有一点惨这样子 不过我妈妈是对我非常好 我爸爸虽然不给我任何支持 但是我妈妈都偷偷的买个 买电脑给我啊 买一些什么东西 就是他会给我一些支持 所以使我还能够这个 偷偷的这样子继续撑下去啊 那 当然最后还是因为 两年大学是要钱的啊 那 所以我就想说你要你要你要 我就想一个办法就是说 一定要去念一个不用钱的这样子 所以那时候我们有这个数学竞赛 当时的数学竞赛 如果你拿到第一名的话 就是我上面有写这个一等奖 那你就可以保送 保送的话就可以 学杂背就免脚 所以当时我就看中了这个 我就努力的去拼这个竞赛 但虽然我在高中一年级的时候呢 我莫名其妙被找去参加这个数学竞赛 我们那个年代还没有Olympia 那时候台湾还被排除在Olympia的竞赛 但是这个数学竞赛 那时候叫做中华文化复兴运动推行委员会 那个时候那个会长还是那个 我们前副总统严家干学生 那 当时就是 所以我们试这个数学 是我们中华文化的一部分 要好好推广 Anyway就是 有这样一个数学竞赛 我高一的时候呢 我是莫名其妙被找去试试看这样子 我记得好像考了四五个题目 我大概总共就做对了一题而已 这样子 就做了一题 然后二十分二十五分 忘掉了 当然是没有见 我连初赛都没有过 然后 然后后来我就去外面找了一本这个什么 捷克还是波兰的数学竞赛的提集 然后就带回家这样子慢慢看慢慢看 那题目其实好像说我 我几乎是没有任何题目会的 就通常看到就是不会 但是啊 我也从来没有去看任何的解答 然后就慢慢看慢慢看 然后就慢慢想慢慢想 大部分的题目都是要想好几个月 有时候想一个礼拜想出来 那就算是非常非常快 那有时候想一两个月才想出来 但是就觉得非常的高兴 我记得我大概就这样七八个月吧 七八个月下来大概总共也做了 我想不会超过四五十题吧 那就是一年大概六七题 然后我大概做个十几年 但是我想我做了不到一半 我能够做出来的大概三分之一最多 但最大的特色就是 我从来没有看过他后面的解答 那所以想出来就想出来 没有想出来就算了 然后很奇怪的就是第二年再去考 再去考这个文副会的数学竞赛的时候 我其实初赛还是考得不好 我的初赛好像做了两题 然后大概就是五十几分 然后我在桃园就很顺利的参加 就得到了参加全国的决赛的这个资格 我在桃园好像那时候是最高分 结果去看那时候台北这个建中 我只比那个最低分的还高一点点 就是只比那个最低能够进决赛的 高一点点这样子 但是后来这个决赛又过了几个月 然后我就以 我还是以这样的方式在读这些东西 然后后来到了这个全国的决赛的时候 那次的比试就考到了大概全国第十名左右 然后后来又过了一个月口试 然后那次口试之后 我就是得到 就最后看到了这个成绩 那我讲这个是在告诉大家就是 这个partly回应刚刚那个孩子要不要输在起跑点 这件事情 就是说这个是我个人的经验 这个经验也使我后来在教学生的时候 我一直都非常的注意这个事情 那我觉得从事教育工作很重要的事情就是 你不要自己去幻想教育是什么 你应该要真正去看有什么样的例子 真实发生的事情 真正的process 真正的例子事件 真正的教育事件 或是你身上真正的事件 因为幻想出来的东西呢 最有名的当然就是我们的建构式数学 对不对 我不知道你们是建构式数学的吗 还是你们是 还是你们已经过了建构式数学了 不知道 就是什么不能被绝者惩罚的那个 OK 今天不是在讲建构式数学的场合 但是我要告诉大家就是说 包含建构式数学这一类的东西 它到底是对还是不对 这个就是很大的问题 今天不是讲那个的场合 我只是告诉大家说 那个其实一点都没有什么不对 真正的不对 是因为我们从来没有准备好去做那件事情 没有人知道那是什么 现场没有任何老师可以做那样的事 所以那是一个没有被练习过 或者被实验过 或是被经历过的东西 所以任何没有一个真正被小范围实施过 或是来自真正的经验的东西 冒人的实施都会比较危险 那我到了大学以后呢 当然就是开始要家教 所以我先介绍了第一个案例 很有趣的就是我刚刚讲这个 我妈妈对我很好 这是另外一个 妈妈对他们非常好的家庭 因为这个妈妈就是洪淑娟医师 那他跟他先生 他先生是我们台大医学院的教授 很有名的肝脏权威 那当然先生是非常辛苦的 就是我记得我在当他们家教的时候 我从来没有看过他先生 他没有看过这个许医师 因为他再回来大概都一点了 然后整个家族 当然就是母亲去撑下来的 那他写的这个很有名的一本畅销书 叫母爱的权限 我在2010年的时候 那时候他出这个书 我帮他写的这个序 这个序叫做有甘有苦的成长智慧 那为什么要特别讲这个 这个例子就是 我这时候实际上是我第一个真正家教的 真正家教的例子 那我相信很多在台大教 这边当学生 你去教的小孩 是属于这种category 这当然是一个非常you world的家庭 category 但是他也有很多问题 就是我跟你讲 他从来没空和他爸爸这样子 就是譬如之类的 因为爸爸实在太辛苦太忙了 那我没有办法花很多时间 告诉你这是什么 所以我只揭入几个最重要的话 来跟大家讲 这个家庭有三个小孩 他们当时刚从美国回来 三个小孩都会讲英文 然后回到台湾 他们其实老大 我主要是要教老大 那老大念书的习惯已经还不错 所以妈妈只是说 你只要培养他这种 对科学的兴趣 对数学的兴趣 那你不用管他学校的功课 所以我运气非常好 我去教到了一个只赚不赔的家教 但是呢 其实我的收费是 当时我的收费非常的贵 我的收费就是比照补习班的终点费 因为在这之前 我曾经在补习班教了一年书 那时候我就决定 那补习班实在太辛苦了 我后来也生病 所以后来我就决定说 我来去教家教 但是我一定要教 跟我补习班钱一样多的 因为要不然没办法维持 我大学的求学的生涯 所以我当时 他们当时也接受了 因为这是一个医生的家庭 Anyway 我是怎么教的呢 我刚刚写的 他期望是我能开拓他们的视野 培养对科学的探索的兴趣 可是事实上 我真正的教的方式就是 我从来没有教过他任何东西 这个是我在所有 其实这边在座 有一些是我过去的学生 我从来不会主动教学生任何东西 所有东西一定是他自己读的 这个是最基本的 大家等一下慢慢会了解 为什么我这样讲 那在90分钟的上课 我前50分钟只扮演听众 听他告诉我他这个礼拜读的 国中数学课本 就他变成他老师 他是老师我是学生 我就坐在下面听他讲 他教了我50分钟以后 我开始把他问 我开始针对他表达中的一些问题 延伸一些观念跟他讨论 继续进行40分钟 这90分钟就这样结束 那么在这样的过去的部分 武保完成的部分 就留作业下次讨论 然后持续了八个月之后 很神奇的 这个小孩就把 国中的数学全部念完了 他那时候国小六年级 其实在座很多我们台大的同学 可能会觉得 这有什么特别的 我也做得到 其实在座的所有人都做得到 没有任何人做不到 比如说我自己的小孩 他是学艺术 他是学钢琴 他也可以做得到 所以连他 他在我们家都是classified 成那个完全不读书的 也都可以做得到 所以绝对都做得到 问题只是在于 你有没有动机去做这件事情 你觉得做这件事情 是不是有趣 一旦有趣 那个level的东西 都不会很困难 事实上他不但这样子 他还把很多高中的 数学的公式 自己也推导了出来 那比如说 当然很重要的是 父母要支持 因为你知道 你做这种事情的时候 你成绩一定不会太好 你成绩觉得不可能 你成绩一定不会太差 比如说你可能很容易 考八十几分这样子 但是你如果要考到 九十五分以上的话 那是不一样的 那是不一样的 那所以考到那个成绩重不重要 那比如说这个 这个是我前几天早上 去从我以前教他 就快要三十年前了 的那个笔记本里面 硬是找出了一张 把它scan进来 然后把它放在上面 这是precisely 我那时候 我在念大学的时候 写的字击 在他的笔记本上面 这大家都知道的一个东西 就是一个平行四边形的面积 假如他两边的向量 是AB跟CD 座标是AB跟CD 这有一个我们从国中 就开始背的公式 他的面积是AD-BC 那或者你有学过一点数学 就把他写成一个行列式 什么ABCD 然后这个减这个 对不对 那像这种公式 像这种公式 很多人看这公式就是 我想再 好我们就做个调查 好也不要不好意思 就是这公式 你是把它背起来的 举手 没关系 你这个无所谓 我第一次看到他 我也是把它背起来的 好 好请放下 那这公式 你会证明的 请举手 好 跟把它背起来的人数差不多 好多一点 多一点 我告诉大家一件事情 就是说 像这种公式 是人类在几千年前 还没有任何的 还没有任何的东西之前 就会 没有任何的符号 甚至还没有文字 可是我们都知道很清楚 因为 你就仔细的看这个东西 你就一直看 一直看 一直看 看到睡着 睡着醒来再继续看 然后就有一天你就完全了解 因为其实就是这样子 就是世界上还有什么奇怪的事情 只要你看懂它 对不对 什么是AD-BC 为什么这个面积是这样算 因为这个是A 这段长度是A 这段是D 所以这个AD 实际上是这个矩形的面积 那BC是什么呢 BC是一个 是这个跟这个 这边有个小小的矩形的面积 但是我们把它移动 我们可以把它移到这里 所以你这边有个大的矩形 这边有个小的矩形 然后你如果想一想 就是说这个大的矩形 里面还有多这两块三角形 所以你可以把这块移上去 把这块移过来 可是你移过去的时候 你补齐了这个平行四边形 但是你重复了这个 这个叫做什么 这是一个风筝的形状 对不对 这个是多出来的 这个也是要扣掉的 所以刚好形成一个矩形 所以它就是AD-BC 那当然我这样讲完之后 你可能就 怎么那么简单 这样讲 但你要知道 就这么简单 其实它已经可以解决 你几乎所有在国中到高中 所有学的 关于这个东西的所有东西 那如果你觉得我讲得很夸张 那我就 比如我举个例子 用这个东西 你回去 假如说我们大家都学过这个解 连立方程式 什么二元一次连立方程式 反正就是一堆连立方程式 什么基督同龙 那种东西 那里面有个公式叫做 克拉玛 克拉玛法则 反正那个也不重要 我只要告诉你就是说 你只要了解这样的事情 那些所有东西都是在人类有文字之前就知道的 因为它全部就是这样子做出来的 那 那这就告诉我们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就是说 其实 我们对东西的理解 我们一定要从最 fundamental 最根本的东西出发 我们绝对不要 在最基本的地方 就把它强硬的记下来 因为如果我们连最基本的步骤 我们都是活生生的把它吞下去 而从来不思考它 当你把这些基本的东西多做了 都用了多几次这样的步骤之后 你对这个东西的兴趣就结束了 因为你接下来面到的就是比较困难的 你连基本的东西都没有办法靠自己的能力 靠自己的内心的心灵去克服它 你怎么有可能去克服那个比较困难的呢 所以这个是学习的一个 那当然 我讲这个 这是一个真实的例子 就是说 一个小孩子 一个小六的学生 你能够让他能够了解 carry out 这样的东西 这后面是一个非常巨大的好处 那这个 后来就八个月他就结束了 然后我就很不好意思再赚人家那个钱了 我就说老大已经教完了 我们就结束吧 结果妈妈就说 她没有想到我会这么快就结束了 她想说应该不是应该就随着国中一直到她毕业吗 我说没有她已经读完了 我说再读就要读高中太过分 亚苗助长太过分 我想我们算了吧 然后她说那不然交妹妹好了 妈妹妹弟弟 后来我就分一半的时间给妹妹 分一半的时间给弟弟 结果交妹妹的时候呢 这个同样的方法呢 work 非常非常好 事实上比个个的状况更好 这个妹妹好像就是更习惯于这样的方式 然后她自己发现了好多东西 比如包括沾转相处法 一些东西 那这些 我后来就觉得这个妹妹就是可以当科学家了 我几乎就这样觉得 那果不其然后来 在多年之后她 她进了李远哲的实验室 她后来到了芝加哥念化学的博士 然后 好像一切 不过待会我会跟你讲 后来不知道什么事这样子 然后弟弟就比较麻烦 弟弟就是一个过动儿 她就是整天跑来跑去 她在她家里面 你根本就没办法叫她坐在位置上 你不要说她叫她任何东西了 根本就不可能 然后 可是弟弟其实非常非常聪明 弟弟是典型的天才型的学生 因为她跑来跑去的时候 她就会突然回答你一个什么东西 她一听就觉得 其实你怎么都会这样子 可是她就是非常不乖 她就一直在乱跑 她根本无法教这个学生 那个方法是完全不通的 后来 后来我就只好这个开始带一些什么扑克牌 然后开始在那边跟她做一些什么抑制游戏 反正就做一些很奇怪的东西 然后她才开始把它定下来 大概就是这样子 也没加到什么 但是至少她就是可以开始跟我沟通 那后来 哥哥跟弟弟后来都当了医生 都是 后来都在台达医学院 医学系 现在大概都出国了 然后妹妹后来去念化学 不过后来她在化学拿到PhD 她的论文好像还发表在Nature and Science上面 反正做得还蛮好的 但是她有一次 她不小心去参加了一个音乐的研习营 跟着 因为她从小也是学钢琴 然后到欧洲去参加一个音乐研习营 结果一回来就还发现到 那个才是她最喜欢的 然后后来就quit掉这个化学 然后后来去当钢琴家 那为了这样的事情 几乎闹家庭革命 我一天到晚都要 跟她调停他们家里的这种事情 可是我想讲的事情是这样子 我想这边我写了一些话 这个事情 连我都不知道该表达任何意见 但是母爱的权限做了完美的诠释 父母总是会为孩子做最后的支柱 默默地祈祷 祝福与尊重孩子的选择 这非常重要 每个人的人生都是你自己的人生 就算他再怎么失败 他也是你的人生 事实上没有任何一个人 可以帮你决定你的人生是什么 就是你也不能为你的小孩 决定他的未来是什么 你只能够帮助他 你只能给他建议 你只能给他帮助 那所有的东西都一定要他自己去实现 包括他自己对的错的 他都要自己去走过 这个是我想我们在教育的现场 我们一定要理解 这看起来非常好 这是一个家庭 强势的背景 好像一切都很好 但也未必完全这样子 强势的背景也会很大的问题 强势的背景有可能 万一你的父母不是这种态度 那父母又这么强势 对不对 那他可能就会给小孩子 非常强大的一些观念上的束缚 他可能就会告诉你 我这辈子怎么成功的 你不要再跟我讲这些什么 你就应该如何如何如何 那这是一定会的 实际上我家也算是一个像这样的家庭 那你的自我意识就会受到压抑 那在当时其实我教完他们之后 我曾经 他后来就介绍我去给一个 一个律师当家教 的小孩当家教 那这个经验就比较 这个是不成功的一个经验 因为这个律师 其实非常有名的一个律师 也是我们台大毕业的 然后这个 他的女儿其实也没有任何问题 我看起来就是非常的好 他唯一的问题就是 没办法考到95分以上 可是他每次也都考了80几分 我实在看不出来 我实在是看不出来 后来 你还想要怎样 这样子 我觉得就培养他的兴趣 这样子 但就不work 后来这个蛮可惜的 这个就是 教了一半 因为成绩没办法达到这个预期 所以后来就 后来跟他们家庭之间 就没办法沟通好 后来就离开了 那离开之后 离开之后后来他们才理解 这个小孩子其实呢 是喜欢那样子的一个 比较启发式的教育 不过后来也就来不及了 后来我就去当兵了 然后在当兵之前还有一个经验 很有趣的一个经验 这是银行经理之子 我刚刚跟大家讲 我爸爸是做生意的 我爸爸有很多房地产 所以他跟这个银行 带了很多款 然后他很喜欢跟这个银行的经理吹嘘说 他有个小孩什么多厉害 数学怎么样 所以后来这个银行经理就说 我家的小孩数学很差 他需要一个家教来帮忙 你可不可以请你小孩来 我爸爸应该跟他借很多钱 所以就只好答应了 结果有一天我回到桃圆去 我爸就说 你必须要去当这个家教 我快要气死了 我想我都快要去当兵了 我还有时间去做这个事情 我当时也没办法 我爸爸已经答应了 我就去了 然后这个故事 我今天实在也没办法多讲 但是 这也是个强势的家庭 小孩子我第一次看到他的时候 他拿出来的考卷只有7分 一个高中生 7分 完全不知道该怎么办 然后我就问他 他其实不太跟我讲话 就是完全无法接近这样子 然后后来花了很长的时间 慢慢才知道说 他不是只有不跟我讲话 他也不跟他爸爸讲话 他也不跟他妈妈讲话 他根本就是很讨厌这个家 他是觉得这个 因为他觉得这个家的人 都不关心他 然后尤其是对他妈妈 其实他妈妈是最关心他 但是他最不跟他妈 他从来不让他妈妈 看他的任何考卷 任何学校里面的作业 所以我后来就了解 这才是真正的增结 这个小孩子我曾经 我花了很长的时间 就是几个月 让他慢慢的进步 其实就是关心他 让他开始觉得 第一个让他觉得 原来学这些东西 了解这些东西很有意思 这个我想大家很容易做得到 对不对 讲道理 比较难的是要打进他的心房 让他觉得说 你是他的大哥哥 你关心他 这一点后来慢慢也做到了 我记得他最后一次 拿到一个成绩是 大概90分左右 但是他自己也哭出来 我也哭出来 我们两个好不容易 把这个仗打到这个样子 结果离开他的客厅 离开他的房间 他妈妈跟我讲 我就跟他妈妈 他妈妈问我说 他小孩子怎么样 我说很不错啊 现在这样子 他妈妈完全不相信 他说王老师 你不要被小孩子骗了 他说我小孩子很会骗的 我说你为什么这样讲 他说他小孩子到那个时候 都从来还不让他妈妈 看他的考卷 所以其实家庭问题很严重 家庭当然是一个很强势的家庭 对小孩子有很高的期望 但是小孩子呢 小孩子有他自己的世界 他不知道那个期望是什么 所以后来 妈妈坚持的相信 小孩子是骗的 她说我被骗了 她说小孩子一定是作弊 一定是操的 我说拜托 我每天跟他在一起 跟他家教 我怎么会不知道 他东西是不是他做的 但最后无论如何 这个 他们后来就请了一个 补习班老师来教 然后也把我奥掉 这样子 然后这个故事 反正就是这样 后来我当兵 回来的时候他们又后悔了 发现到原来不是这样子 然后等等等 就是说 强势的家庭 有强势的家庭的问题 有好的有坏的 弱势的 那我们来讲一个对照组 如果你没有靓丽的家庭背景 或是你的学习资源 比较困乏 这可以代表很多含义 弱势的背景 可能是你家里比较穷 或是可能你的父母 比较不支持 学教育 比较不重视这个 whatever 怎样 我这边讲了一个 鲁冰花的故事 鲁冰花是谁写的 反应一下吧 鲁冰花这个 这么重要的文学著作 讲一下讲一下 一定要有人讲出来 但我没办法继续下去了 这个 这个是最感动我 让我决定要当老师的 你们没有人有反应 中兆正好 太好了太好了 这是我们的文学大师 中兆正的作品 在我念大学的时候 这个作品是 拍成电影 这电影 它主要的情节是在讲 有一个小孩子 有乡下的一个小孩子 他是一个天才画家 但家里是一个很贫穷的 然后他画得非常非常好 但他画得已经有点超越 大部分的人的level 他是走到比较高的意境 那这个村长的小孩呢 也画得非常好 那这个美术老师呢 看得出来这个小孩子的天分 所以一定要让这个 家里比较穷的小孩 代表学校去参加这个比赛 可是问题是 其他所有的老师都认为 那个乡长的 村长还是乡长的小孩比较好 事实上那个乡长的小孩 画得真的很好 以一般的标准 你一看觉得他画得有模有样 就是比较符合那个标准 那这个比较弱势的小孩 他是比较想象力的 比较想象型 那无论如何就是说 但是所有人都觉得 这个乡长的小孩画得比较好 只有乡长的小孩自己本人 觉得他远远不如那个 因为他也画得很好 但是他知道 永远到达不了那个境界 那这个故事大概就是这样 但是后来这个小孩得了癌症 过世 然后整个故事大概在描述 一个这样的情境 那其实这样的东西 在教育的现场里面 是常常发生的 就是常常 同样的两组人或两个人 要去代表 争取某个东西的时候 是谁去得到了这个东西 是谁去得到了这个代表权 常常就是他有一些背景 那所以作为一个老师 在一个教学的现场 你很重要的事情是 你要怎么样让这个东西很公平的进行 也不偏袒任何 不是他弱势强势 也不是他的家庭背景 而是你怎么样从一个 你真正的理解 从你的良心 真的去做出这样的一个判断 那无论如何 鲁冰花这个故事 我跟我太太 那时候还是我女朋友 那时候我们两个人看 我记得我们一路 从电影院出来 就一路 两个人疯疯的 就在那个路上 那时候已经大概 我们看夜场已经是大概12点 我们这两个人疯疯的 在路上一直在那边大吼大叫 然后就 因为我们两个人都很想 都很喜欢当老师 这样子 然后两个人就一直觉得 好像 好像这个 好像就讲一大堆这个教学的事情 那弱势的家庭 当然这是故事 鲁冰花这是一个故事 那发生在我们自己的身上 我比较没有资格讲太多 因为我教的学校 当然教台大、清华以及中央 我的这些经验里面 当然我等下还是会讲一些 稍微弱势的家庭 稍微弱势 但是呢 一般而言 还是比较好的 所以我借用一下我太太的教学经历 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太太她教过这个 新兴工商气修科 大家知道新兴工商在哪里的 知道 有没有人知道 至少有一个 好 应该是我们桃园的同乡 你是武林的 那这个新兴工商 就在武林的往下走 这样子 那新兴工商这个学校很有趣 气修科 那摆在我们家这个 有一个柜子是摆我们教学的 得到的一些奖励 这两个是台大的杰出教师的 那个奖杯 这是我太太 她是前年的杰出教师 所以她比较厉害 我是紧追在后 我是去年的 然后但是这个都不摆 这只能摆在旁边 我们把它摆在最中间的是我们觉得最了不起 这个是 新兴工商 凌晤老师留念 教育英才 这是另外一个班 工商之一丁班 全班同学敬贺 为什么这样讲 就是说其实教台大的学生 说句老师话 台大学生不太需要教 我想你们 每个人很有自己的看法 最重要的是要找到你的志向 你一旦知道你真的要做什么 这个环境你很多可以利用的东西 老师的责任老师的角色 并不是在这么强烈的教导的角色 but 对于一个比较弱势的 一个学习环境或是家庭来讲 这是完全不一样的事情 那 截录一下这个现场发生什么事情 这是她以前跟我讲的 我把它截录一下 现场实录上是这样子 桃园某工商高一夏气修科 就是习气工商 上数学课 我太太在念博士的时候 她在念博士的时候 因为没有奖学金 那时候台湾还没有 现在这种博士的奖学金制度 所以 钱都是要自己去赚的 所以她那时候就到这个 新兴工商去 她是台大数学系毕业师大研究所 这个 实录长得像这样子 上课领响五分钟 学生慢慢走进教室 大药大板拿着很多严书机之类的 然后穿越讲台 跟老师 要不要来跟鸡翅这样子 那老师可能就拿着这个藤条 看看看看 安静安静坐下坐下 那过了不久 可能就会有学生在下面 这个是有点颜色的笑话 不过 我只告诉你说 要教一个比较弱势的环境 那才是教书的真正的挑战 我不知道大家以后 有没有这种机会来经历这个 我个人在补习班教过 那是我在大学的时候 也是为了赚钱 那面对的也是两三百个学生 那都是考差大高士班 所以我本人也 我实在是没有那些珍贵的资料 不然我也会把它秀出来 但是因为那个已经不存在了 所以只好借用这个 这个 我太太的这个现场实录 那他怎么做呢 我们今天要讲因财施教 我们刚刚讲过那些都是 财都是很好的 对不对 我们现在来看看 这个财可能就比较有问题 对不对 那事实上那里面很多人 可能连加法都还不太会 可能连九州成马表都不会 更不用讲什么代数 什么一元一次方式 就是你不用讲那个 我想你们有认识一些朋友 或者说一些朋友的弟弟妹妹 或者是一些比较弱势的家庭 会遇过这样的人 当时的情况就是 反正经过了一两个月之后 这个上课的现场做了以下的安排 我太太跟我讲说 他就把那个大黑板切成五块 然后就好像去火车站买票一样 就有五排的人 各排了五排的人排在后面 每一个位置的人做的事情都不一样 其中有一组的人在做加法 跟背九州成马表 然后有一组的人 是在做整数的成法跟除法 这是高中 这是高中 第三组的人是在做多项式的加减法 第四组在做多项式的成法 第五组在做多项式的长除法 那多项式的长除法 才是那个课 当时课本里面要做的事情 那个课的内容是要做 教学内容是多项式 高中的课程 但是无论如何 大家都很认真的学到了东西 然后真正想要继续考 二专就是大学的 那就下面老师就真的可以辅导他 所以后来他们班上也很多人 真的继续升学 也不错 那 这是一个很有趣的东西 那他就告诉所有的同学 就是说 你如果是在这个category 你只要把这些事情都做好 你就会及格 你这期会及格 你会60分 但是你要高于这个的话 当然你就还要努力 对不对 也就是说 我们今天在看台湾的教育环境 很大的一个问题就是 台湾的教育为什么很难有一个比较实质上的推动 就是因为我们要apprise 所有universal公平的规则 我们一个规则必须要apprise到所有人身上 如果你对这个人用的规则比较松 就会有人起来大抗议 就是说为什么他那样就可以怎么样 从来没有人去understand 就是说 就好像说你在看外面很多补习班的招牌 或甚至很多高中 公立国高中的招牌 在宣扬他们学校做得多好的时候 他是告诉你 我们考上几个台大 我们考上几个什么医学系 我们考上几个什么东西 从来没有人告诉你的是 我们让多少个学生找到他自己的志向 我们让多少个学生他从怎么样的状况 你了解我的意思吗 所以教育这种道理 其实你们都懂 我讲的也就是不断的重复这些东西 但是在实际的现场中 你真的要去carry out这个东西 那是需要真实的付出 所以这个是一个我觉得很有意思的 最后我拿到了一个学生做给他的奖牌 那个奖牌不是学校给他的 那个奖牌是学生给他的 还要请老师到KTV去唱了一次歌 我本来把KTV的照片秀出来 他坚持不让我帮他买 其实我觉得那个比较有趣 我个人我自己也有教过一些比较弱势的学生 这是在清华大学 那个年代是什么年代呢 我98年回到台湾 刚刚那个药师有讲说我在台大教了两年 然后2000年我到了清华大学 大家可能因为你们年纪比较轻 1997年是亚洲金融风暴 亚洲金融风暴很多很多的台湾的企业家就倒闭 那最严重的就是房地产 当然你们可能知道雷曼兄弟那是很多年后 那是十年之后大概就是2008年左右 那是后来的第二次金融风暴 第一次的金融风暴就是台湾算是比较好一点 在整个亚洲里面算是撑得比较好 但仍然有很多的企业就倒掉了 尤其是投资房地产 比如说像我家 我爸爸从一个非常非常有钱的 我家突然从一个桃园的旺族突然就是破产 到达破产 那 所以我很能够体会这个 我还好是因为我从来没运过我家的钱 所以我家破产跟我没什么关系 这样子 除了我要到处去躲那个债主来追债 这样子 这是真的我在清华大学 我还接过那个恐吓电话要我还钱了这样的 不是要对我们比较不利之类的 那 我的学生里面有很多的这样的状况 他们很多父亲就是 因为种种的经济上的这些 本来是一个公司的老板 后来倒掉了 然后可能就酗酒 可能开始家里就很多很多的问题 那我交过一些这样的学生 那因为也是跟我自己的 发生的状况有点接近 所以我比较能够了解他们的状况 那这样的小孩子会有很多很多的问题 比如说我这边举了两位 这位叫林圈云的 因为我们这个名字不好意思讲出来 那 她其实非常非常有才华的 一个女生 她在清华大学 她在我的几何课上呢 是表现最杰出的 她能够做很多 我意想不到的东西 但是呢 她有一次清梦考 她就写了八十分 然后她就 最后一题就没写这样子 然后她就考了八十分 然后她就 我就问她说 你怎么回事啊这样 她就说 她讲了一个我听了很生气的话 朱如就是说什么 已经考太多分了这样 考太高分了 她说反正就是讲了一些 听起来让你觉得很不知道怎么回事这样子的 实际上是因为那时候她肚子痛了 她其实必须要跑去上厕所 但是她的回答方式是这样子 然后她那时候开始 家里有很多一些这样的问题 后来我才了解 然后有一次大概家庭发生很严重的事情 那是刚好是 Princeton的一个教授 也是一个女教授 数学系的系主任当时 然后当时还很难没当系主任 anyway她现在也是一个院士 她到清华就给了一场演讲 那这个演讲我当然是鼓励大家都要去 但这位女同学她又是做几何 又是那个领域 但是她就不去 我去听这个演讲 我说你为什么不去 然后她说心情非常坏 因为那时候家庭很多事情 然后她就是整个人 就是一直都在那个状态 那我就跟她讲说 你在外面晃来晃去 这一小时也是过去 我说你要发脾气到里面去发脾气 你在那边郁闷 你在里面郁闷也是一小时 你在外面郁闷也是一小时 想来想去可能在里面郁闷 说不定收获会大一点 不然你不小心头抬起来看 觉得那种东西还有点意思的话 比你在外面这样子 可能好一点这样子 反正花了一段时间 还是要叫她进去了 所以 面对这个 学生在 处理这种家里 或者是 心情上 心知上很多的挫折的时候 你 很关键的事情就是 你要做来做去做来做去 你还是要让她走在正确的 对她最好的道路上 因为那是很关键 你可能很难了解 就是说一个这么重要的人 来给的这一场演讲 因为你的出席 跟你的不出席 它到底有什么差别 可能很多年轻人不知道 这有什么差别 我告诉你 差别一就是 当我在帮她写介绍信的时候 我就会把这件事情写上去 因为它是全里面 唯一的一个大学生 坐在里面 你知道当你给一个 一个很technical 国际性公开的演讲 这里面如果做了30个人好了 很多是教授 很多是研究生 结果里面只有一个大学生 你就是那个大学生 我告诉你 这个recurse是买不到的 这个是5个A plus都得不到的 如果说你还能够鼓励她 乱去问那个教授一个问题 结束以后想去忙 兜着你去问她 一个什么东西的话 那个教授对你 有点印象的话 那个教授 就是人家在审查的时候 说对 那个女生真的很不错 她很有动机 我那次演讲的时候 她还如何如何如何 那这些东西不是在做样子 这不是在做样子 这是我们在从事学术的学习 或者说 作为一个研究的练习 我们必须要要求自己 那她当时很困扰的一件事情 就是说 她说她练习有什么用 她家已经这个样子 她爸爸整天就是酗酒 常常被抓去这个 就是乐界 就是到已经那个 那她说她们家就经济上有问题 等等等等 这些东西 然后她说她回去 每次一回去就是家里就吵架 然后就是塞东西 然后我就问她说 那她讲的话 反正她如果一讲话 她父亲也是骂她 就吵 那我就问她说 你现在已经快22岁 也是一个成人 然后你读了清华大学 结果你讲的话 跟没有读过书 效果是完全一样 你没有办法因为你读过了任何书 而帮忙你家里一点点 你没办法 你讲的话不会成为你父亲 或是你母亲之间的任何润滑剂 你不会对这个东西有任何的 improve 我说为什么 我说为什么 那我就跟她讲说 你是有才能 你是有天赋 但是你如果只是 你如果只是自己去这样消沉下去 你爸爸永远不会听你讲的话 她觉得你就是一个小孩 她觉得你就是一个 做不了任何事的小孩 所以我当时就鼓励她 就是说 我当时要给她讲一个 比较功利一点 比较务实一点 我说 如果你今天念那个 常春藤的名校的博士回来 我刚才跟你保证 你回来以后 你爸爸就会听你的 她听了就觉得很莫名其妙 我在讲什么 后来她去了Columbia 她去了Columbia大学 果不其然 她还没有念完博士的时候 她回来的时候 她爸爸都已经会听她 她爸爸已经很愿意听她 开始分析她们家该怎么样再起 所以你要了解就是说 很多事情是这个样子 好 这个 这是一个还不错的例 我等一下最后还会谈到她一点点 谈到她的一些研究 另外有一位也是类似的状况就是 她是很不错 但是也是家里也是经济就出了问题 其实在那个年代 我们很多像我爸爸的朋友 就有那种跳楼的 开车到石门水库 跳到里面去 然后就车子就进去就死了这样子 就钱还不出来 然后就是 反正当我们成立在这种经济的游戏 就会出很多这样的问题 那这个 也许你们有认识的某些人有这种经历 那我不知道在上一次的 连曼兄弟的风暴 有这种可能 但我无论出来就是说 我觉得 在那个阶段里面 我看到很多很有talent的人 他们受限于这种困境 那像这一位 他就是 他毕业的时候就必须要去赚钱 因为他家就需要钱 这是一个非常困扰的问题 因为你刚毕业你去赚钱 请问你可以赚多少钱 那时候比较好 不是像现在 现在是22K 现在实在太惨了 怎么 其实我觉得这个22K我很讨厌 因为事实上我认识的 任何一个台大的学生 至少是我教过的学生 每个人出去都是 薪水都好像还不错 我至少都是22K 乘以2到3以上的 就是我觉得这个东西 是要 要端正视听 就是我觉得这种是能力 你真正有能力 真的有学有所长 应该不是这个样子 不过这不是今天的话题 今天的话题是围绕到 围绕到这位同学 他当时毕业我想十多年前了吧 那时候比较好 那时候我们大学毕业 我们都还有三万六 三万六三万七 硕士班的话有四万多 起薪 就是这样子 可是这个薪水 对他们家里是完全没有用 以他当时的状况是完全没有帮助 那我也是一直不断的鼓励他 可是他父母就是希望他就不要再念书了 然后就去赚钱 可是我这个老师是刚好持相反意见 我说你可以赚比这个不知道多多少钱 但是如果你现在这样做的话 你就game over 所以你要真正帮助这个家庭 就算你的目标是帮助这个家庭 你也应该要想最正确的路线 但是这个在当时有很多的问题 我不知道现在大家会不会面临类似的问题 那我不是对每个学生都这样鼓励 因为有些学生 你可能就鼓励他 立刻现在就不赚钱 那有些学生是 你为什么不鼓励他这样子 是因为 because 因为他们有这个potential 可以更好 所以这个东西是没有绝对是怎么样的 那学生自己本身是非常迷惑 所以你作为一个哥哥也好 家教老师也好 一个老师也好 一个学长也好 一个有经验的人也好 你才有办法给出一些advice 然后这个美容室的论文是一个小笑话 就是我有一次 我有一次去一个地方按摩 那个是我太太她妈妈家介绍的 那个本来是给女生按摩的 可是因为她就是很熟的 所以我就给她按 结果她知道我是台大师学系的教授 这是发生在最近的事情 然后没想到我按完以后 她突然拿出了一篇硕士论文 她跟我说王教授 你可不可以帮我看一下这里面什么东西 后来我才发现这个是一个以前 嫁到台湾的大陆新娘 然后其实她在大陆就已经大学毕业了 可是因为她当时大陆 她嫁过来的时候已经20年前了 所以那时候大陆还很相对弱势 所以她嫁过来的时候她就只好 你知道她很辛苦了 可是她自己明明是当时就已经大学毕业了 所以后来她一直不断的进修 在某个技术学院 后来她做的东西是什么呢 她就是到大陆的某一个省 去做所有的美容业的所有物流的调查 她调查每样产品 它的使用量什么等等 做了一大堆的这些数据 然后她带回来做大数据分析 然后 所以她大陆有某一个省的整个美容业的资料 她做了500多份的非常详细的调查 但很妙的事情是她是台湾的这个教授 我是觉得这个教授实在有点不太对 就是她用了这个data之后 她并没有把这个大数据分析的方法真的交给她 所以这个美容业她就很不服气 她就觉得她就跑来问我说 她说我就弄到这里 可是接下来这个部分我就不懂 因为她自己很认真把统地学里面 所有相关的东西都读了 她不是没有做好功课 她把所有的东西都读了 但是她就是读到最困难 比较现代的东西她不会 后来我在那边教了她一小时的 教了她一小时的 比较现代的统计学 但是后来那个之后我就不太敢再去了 因为我本来明明是要去relax一下 就变成继续去上课 但是我要告诉大家的事情就是说 这个 学问这是一个 学习是一个很奇妙的事情 如果你真的有这个动机 我告诉你哪一天都不会停下来的 就算你遭遇任何的状况 你 所以我把它列在这个 实在不应该说她是我的学生 但是我真的 非常认真的教了她一小时的统计学 还教到很现代的 因为为了要解决她那个教授用的那个algorithm Anyway 这是对弱势的一些描述 然后再来就贴近我们 可能大家更熟悉的 在台大这个场景里面你会遇到 就是很多很有天赋的人 包括在座 我想很多人可能很奇怪 就是你从小会觉得很奇怪 就是奇怪 我都没有念书 为什么我还是考最好 这是大家常常会很疑惑的一件事情 就是你昨天晚上已经觉得自己完蛋了 明天一定会惨了 结果明天考出来的时候 你居然还是名列前忙 然后她就开始觉得不知道 这应该用什么态度来面对这个 很多人在这种状况下 误以为自己好像具有某种天分 那是不是误以为呢 这个就要很深入讨论 所以我讨论一些东西 我在台湾 我整个教书 从正式教书以来二十几年 那如果从家教以来 大概三十年 那在当家教的时候 我说我收很高的家教費 为了生活 可是回到台湾 当老师之后 我就不再 我觉得作为一个大学的老师 就不应该再收任何的费用 所以我的原则就是 从我回到台湾之后 我就没有再 就任何的情况下 我都不收任何的费用 除了很标准的这种微薄的 这个就是这样 但是就是 你绝对不应该拿这个 教书的名号 到外面去做一个什么 这个我是觉得 我比较不能接受的 那事实上 在那之后 我开始会遇到一些 比较有天分的小孩 那这些小孩 当然透过各种管道 不知道 有人介绍给我 或者说透过一些管道 我认识他们 那对这些小孩 如果他们确实非常的特别 那我就把他们当作是一个 研究生看待 除了他是一个小孩子以外 换句话说 我给他拆旅费 我给他研究费 我让他来找我的时候 就像你们当研究生 你们每个月拿研究生的补助 他虽然是一个高中生 他一样拿高中生的补助 但是问题是我们语法不合 我们语法不能给高中生的补助 所以我讲一些 我讲两个故事 这两个例子给大家听 这两个人都很有名 所以我想 这可能是你们今天 听到最熟悉的两个人 你能够区分天才千里马 或都不是吗 这是大家可以想一下的问题 这位同学在他妈妈的形容里面 他从小就是一个家里的小暴君 反正非常的恶霸 事实上这个好像就是我刚跟你讲 我那个医师的第三个小孩 在家里跑来跑去 那种过动儿 常常很多内心有太多东西的人 在他很小的时候 他因为藏不住 所以他就会 你知道能量过大 他就会到处跑来跑去 他就会比较容易unstable 我为什么会认识他 是因为我在清华任教的时候 有一次清华数学系 当时的系主任 现在也是我们台大的教授 是张述辰教授 他们想要去网罗这位学生 到清华去念书 打算给他一份很U2的全额奖学金 然后在说服他的过程中 因为当时我在清华任教 他就跑来问我说 我可不可以去说服这位学生 他说这学生很好 当时是一个高二的学生 我就跟他讲说 我可以帮你去说服他念数学 但是我不能够帮你说服他去念清华大学 我说他要念什么 那是他的自由 我不会去干涉人家这种事情 但无论如何后来他来了 这边刚好齐振宇老师 他也在这边 当时这个学生第一次来找我的时候 我记得我是请齐老师去跟他interview 我还没有自己去interview他 因为那时候很忙 所以那时候请齐老师 齐老师那时候还没出国 还在这个国家理文中心当研究助理 然后当然他interview完以后 觉得他真的好像不错 后来我才正式interview他 我正式interview他 我给了他五个题目 这五个题目全部 其中有四个题目是硕士论文的题目 然后一个是open problem 然后这个学生当时已经得过一次 Olympia的金牌 那我个人 我并没有对这些东西有特别的爱好或不爱好 我自己以前参加过境事 我也参加过很多比赛 但是不可会言的 台湾在这个东西的发展中 是走得很扭曲的 虽然没有大陆那么扭曲 但是台湾也是相当扭曲 一天到晚有一大堆的鉴定 一天到晚有一大堆的什么 反正比来比去一堆 反正比赛多到完全眼花缭乱 就是说 我对这些东西就是说 我不会这样子就认定一个人是ok或不ok 一定是面对面 真实的对谈 看看他真的怎么表达这些东西 所以当时我想说 我作为一个大学老师 假如我真的要花时间在一个高中生身上 那这个条件是什么 对不对 条件就是他必须要equivalent 一个大学生或是一个研究生 所以当时我给了他几个题目去想 然后而且第一次他来的时候 都是他父母带来的 他们住高雄 我就跟他讲说 你也已经十七八岁了 我说你下次自己坐火车来 你不要让你父母带来 我有一些基本的要求 就是说 我是要教一个成熟的人 不是要教一个马宝 所以就告诉他一些基本的规则 但是你来我会帮你付火车票 我会帮你报账 这个是ok的 结果后来过了三个礼拜 四个礼拜以后 他把其中三个题目解了 换句话说他自己produce 三篇 已经存在了硕士论文 然后我当时吓到了 我当时是非常震撼 但是我还是非常镇定 通常当老师就是 就是你明明已经看到 你其实已经吓到了 但是你还是就是ok 所以你这样还可以 我们可以继续下去 你下次还可以来 就是我们跟你要了解 就是说 什么样叫做一个很好的环境 就是当这些很extraordinary 很exception 的东西 它成为你生活中的 很寻常的事情在发生 他会被鼓励 他当然要被鼓励 他是一个很好的事情 可是他 你想像就是说 在一个非常非常好的环境 或是一个非常好的学术的环境 他到底是什么 我刚刚讲的这些很有名的学校 你认为那是什么 其实他就是要这样的东西 就是当一个人他可以做到这样 那你就觉得说 你可以做到这样 我也可以做到这样 所以我们大家就一起 往这个方向去拼 对不对 比如像打篮球 我看现在这个 你们这一代打篮球好厉害 因为每个人都在学 那个NBA里面的动作 什么奇怪的动作 都做得很漂亮 但不一定投得进 投得进以后 就可以去打比赛 但是你要在我们 那个年代是不可能的 我们那个年代 就是你篮球打得再好 就是你投得很准 但你绝对不可能 有那种很漂亮的动作 这时候就是一个stimulation 就是大家互相刺激 就是一个好的环境 就会形成 那无论如何 就是后来我就让他 开始跟我念书 就是做研究 那其实真正的事情也没什么 就是三个礼拜 他就从高雄来一次 而且当时我已经去了中央大学 那你知道 要去中央大学 是一个很麻烦的事情 因为你要先到中立火车站 要再转公车 要转两次 所以他其实是一个 很麻烦的过程 可是我就要求他一定要这样做 然后这个 结果到三年级的时候 他做了一个很突破性的东西 我等一下会秀一页给大家看 然后他告诉我说 他要再去参加一次Olympia的比赛 我说你干嘛再去参加 我说你已经拿了一面金牌了 我说为什么要再拿一面 他就说因为教育部当时 为了让台湾能够冲高成绩 就说那一次那一年 如果你拿了Olympia金牌 可以不用当兵 我一听了 我说根据本人 对中华民国法律的了解 就不可能有这种事情 可是教育部真的一个 就是有一个科长 真的跟他们这样讲 那个科长后来被拔掉了 就因为这个事情 胡说八道 这不可能发生的事情 当时他们很多人 就是这样子被鼓舞 然后去参加 继续参加那一次Olympia 然后他也去了 而且那次还夸下海口 所以我可以这样 从大学到博士 送你到美国去 可以连续support 七年还八年 怎么样全额奖学金 所以他其实当时 他高中毕业的时候 他要去美国念书的时候 他是 他升级学校 然后人家问他说 你有没有奖学金 他说有 有一半的奖学金 所以那间美国的学校 就给了他一半的奖学金 另外一半你自己出 但是美国的学校是很有趣的 就是说 因为他奖学金反正也是募来的 私人捐款 你既然已经有奖学金 那你就是需要这么多 那你有这么多 我就给你剩下 结果后来等他这样弄完以后 他拿到那些admission 结果才发现到 我们教育部给不出那些钱 所以他没办法 他就成为我们台大数学系的学生 我就跟他想说 没关系他也就来念台大数学系就好了 就是 就靠你自己以后再出国 这个是一个学生很有趣 然后他 三年级的那次拿了Olympia的满分 这是全世界第一 台湾到目前为止 就是有两个Olympia的满分 他是第一个 第二个 现在正在台大数学系就读 一个大一的学生 Anyway 我讲这个再告诉大家就是说 现在有个氛围就是说 好像我们大家现在高中生 很多到世界各地去念大学 可能不再选择台大 台大不再是唯一的选择 我个人认为 这是一个很好的现象 本来就应该要扩展这个 我们台湾人 就应该到全世界各地去 扩展各种经验 最后把这些经验带回来台湾 大家一起来努力 但对台大而言 台大也要有个警讯 就是说 那我们为什么 我们为什么现在的吸引力 不弱从前呢 对不对 所以这个 这就是他 这是中天新闻在报的 报的很夸张 超级天才 台大数学系猜成这样 跳级天才 这很好笑 这个报的是完全 只有这一段话是对的 其他话就是 那现在的新闻都写得很夸张 你知道吗 反正因为就是当时 记者问他一个问题 这样子 天才考题 我还觉得蛮有趣的 我就把它列在这边 看有没有人可以回答得出来 2011年5月20号是礼拜几 5月20号是总统就职日 快要到了 那你请问如果是2011 如果不是2016 今年的5月20号是礼拜几 礼拜五 对不对 后天 那请问2011年5月20号是礼拜几 我这样就可以证明 你是不是 你也是超级天才 回答不出来 好高兴 所以我没有比较笨 因为我看了半天 我会想了好久 这个是他高中三年 三年级的时候 我带他做的一个文章 这是多变数牛顿法的一个 就是 什么是牛顿法 就是解方程式的根 那我们在维基分学的 就是一个方程式的根 那你现在想像 如果你有100个方程式 有100个变数 那请问你怎么去 用电脑去帮你解这个根 这样子 这就类似这样的问题 所以这就是他 他写的文章的第一页 那我要告诉大家就是说 我认为台湾的民主自由 这几十年来带给我们 最大的珍贵的果实 就是我们现在的年轻人 其实只要你找对你自己的方向 你都可以做这样的事情 只是在不同的领域 只是在不同的领域 所以这个 这是很重要 其实他在跟我念的过程中 他发现的好一些东西都是我很吃惊的 就是有很多都是 我在跟他讨论的时候 通常我们讨论的状况是这样 我们礼拜五要讨论 礼拜四 晚上他一定要先 我们一定要先在email里面 讨论好我们明天要讨论什么 因为如果我不自己先想一想 然后我可能可能就会卡住 我可能就会出问题 那他大老远跑来 我觉得我还是要负责任 我还是要善尽这个 一个advisor 的职责 所以这很有意思 那就是 反正我就是support他 就是给他报差旅之类的 那这是另外一个学生 这个学生 这个学生可能大家之前在报纸上 或新闻上看过 这个学生叫陈柏仁 陈柏仁 台大数学系有一个比赛叫做 崔仁彤中学数学奖 它是我在2009年创的 前是跟台积电募的 然后这个数学奖是鼓励高中生做科学研究 做基础的研究 然后提供大学的全额奖学金 那我一直觉得台大还没有做到的一件事就是 你不觉得很奇怪 我们去念美国的大学都是拿奖学金 为什么我们来念台大 我们是要自己交钱 那你也可以另外一个讲法就是说 念书本来就要交钱 为什么这样讲 ok 就是这个奖学金 这个事情是一个很subtle 的事情 比如说如果是我没有奖学金的话 我就不能念台大数学系 因为我就没有办法念 我就必须要去做另外一件事情 所以越是基础越是fundamental 越是不获利不赚钱的东西 那这样的东西越需要提供 因为这个就是这个国家的基础 所以这样的东西比较需要被鼓励 那陈伯恩他 他参加的第一届的圈文童中学数学奖 那时候他是小学六年级 所以当时我们拿到他这个作品的时候 我们完全不相信这个是他做的 就怎么可能 因为我把他的作品放在后面 这是他的 他交过来的第一页 这是一个小学生 六年级 写的是专业的排版 他说他上网去download打paper的软体 自己学了三个礼拜 然后就完全知道怎么做 然后就把这打出了一个这样的东西 那后面有一大堆微积分 我都没有秀出来 我只是让大家看 就是说 这个他做的问题叫做秘书问题 secretary problem 这problem我待会简单介绍一下 就是说 比如说我们现在要聘一个人 假定有100个应征者 那我应该要怎么来设定我的criterium 就我怎么知道说 在这100个应征者里面 我能够拼到最合适的人 那你要想 第一个人来 你看到这个人觉得很不错 那你是不是就把他拼了 你一定不会这样想 你也想说 不然你等一下更好了怎么办 所以你第一个一定不 好我们去观察一下 那第二个呢 如果比第一个插单就不用看 可是如果他比第一个好 那你就开始很犹豫了 那我是不是就拼第二个 还是我再等一下 对 可是问题是如果你等太久 等到后面 今天怎么全部都比前面差了 那你就lost掉了 对不对 所以到底最大的比例 什么样 在哪个位置你要卡下来 哪些前面的人 是作为你interview的范本 从那个开始 你再来决定 你只要看到一个人 他比前面这些人都好 你就拼了他 对不对 这是决策的分析 那这是一个很基本的统计学的问题 那这样这答案也是 well known 这答案就是1除以1 1就是自然指数 2.718281828 那这个除下来的比例 大概就是0.3637这样 换句话说 在100个人 如果100个人你要interview 那这个做法就是告诉我们说 你就interview前面36个人 你什么都不要做决定 那36个就拿来当做样本空间 所以那36个interview完以后 从第37个你才开始决定你要不要拼 就是你看到比前面36个都好 你就拼了他 这就是 这是一个可以被证明 在 就是在 在几率上是最好的一个状况 可是这是我要弄 这书上都有 这小朋友到底在做什么呢 你看他2009年submit 他说那我们来做如果有两家公司 就是有两家公司都要聘 那这些人都在应征 那那个小的公司是可能 竞争力比较弱一点 所以他一定要抢在那个大公司的前面 去聘那个人 所以他绝对不能够到第36个才卡 因为到第36个才卡 那个大公司就聘走了 所以他一定要在36之前 他的样本就要缩小 那问题他到底要缩小到哪个样本 18个吗 还是20个呢还是怎么样 那这个问题就是当时这个 这个陈伯仁做的问题 做得非常的杰出 这看起来当然是一个典型的天才 当我们确定这些东西 都是他自己完成的时候 我们当然是非常的惊讶 我们台湾有这种 有这样的小孩子 但是伴随而来他也有很多苦难 事实上他在出生的时候 就得过一次癌症 所以他有一颗眼睛 是换掉的 他只有一个眼睛是异眼 结果他在国一的时候 他是读实验中学 那国一的时候到交大去修课 修了数学系的 二年级的高等维级分跟代数 当时的那个授课的老师 叫庄仲 他好像也来过台大这边演讲 好像台大请过他来演讲 那庄仲告诉我说 他是当时所有表现里面最杰出的 比当时交大的这些二年级的学生都好 可是很不幸的是 他学期还没结束 上一期还没结束 他就得了血癌 那得了血癌之后 后来就当然就没办法再学习任何东西 就停下来 那当然这后面故事可能如果你有看过新闻就有 那我也不特别强调这些东西 我就告诉大家就是说 人生是这个样子 就是说并不是没有全拿的啦 就是你有很多你特殊的地方 你有很多你可能比较weak的地方 那这些东西就是看你怎么去面对 那他有一句话我很喜欢的就是说 那当然他会告诉人家记者问他他就是说 他就是靠做数学算数学来克服这些化疗的这些痛苦 那他甚至讲一个话就是 当这个上帝把一扇窗 把一扇门关起来的时候 他会开另外一扇窗给你 他有很乐观的一个态度 那所以后来 他当然也去参加了Olympia 那也得过一些奖 他是最年轻的 台湾第一个国中生拿Olympia金牌的 但那个时候我跟他没有任何接触 我只有在当时做评审的时候 看过这个小孩 那我接受到他 就是在他已经在新闻上都已经 我都已经看到这个人 然后有一天 他的血癌的化疗已经比较稳定 已经比较 大概化疗到一半左右 一年左右 有一次他爸爸带他来找我 那时候我已经 那时候我已经回来台大了 然后回来找我的时候就说 可不可以指导这个小孩 那我当然是义不容辞 当然是很开心 但是对我而言是一个蛮大的挑战 因为其实当时我已经非常忙碌 回来台大以后就很忙 那我不可能到新竹去指导他 所以一定是要他来台北 可是以他当时的身体 我不知道那要怎么做到 所以我当时最希望的就是 可不可以就是包激情车 直接从新竹 就到这边来 也是三个礼拜一次 结果后来我才发现 就是说 我有很多研究计划 我的台大的账户一进去 一大堆的账户 就跟很多老师一样 有一大堆钱这样子 我突然发现根据本国的法律 我没有办法有任何办法 可以给这个学生任何的支持 纵然他这么好 纵然新闻上都说 他为国家争取了多少的荣誉 纵然大家都说他是台湾之光 纵然如何如何如何 外在的所有的一切 只有一件事情就是 我没有办法为他 在这个financial support上给他什么 我才不能接受这个样子 有一次我跟一个朋友 可能大家知道 也是我们台大的一个系友 校友 宅本桥 他是我很好的朋友 我就跟他谈到这个事情 他说 这trivial 钱就捐 就这样 我就跟他说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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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问题就是不是这样 当我们今天会从事教育工作 你遇到一个不公平 不公义的事情的时候 你一定要记得你是一个教育学者 或者说你是一个教育的人 你不可以跟着讲那个话 因为你就是这个政策的推动人 你有责任去改变这个东西 如果你现在看那个东西不好 当然你是那个不好的事件的发现人 也许你也是受害者 但是问题是你也是有能力去发动 改变这个事情的人 尤其当你是一个台大的学生 你更有机会做到这个事情 所以当时我觉得我一定要用制度 一定要用现有的所有的制度 我必须要走通这条路 所以后来上了非常非常多的公文 然后把我们数学系的一个张志明秘书 忙到简直 因为他觉得这事情也是很有意义 因为我不想要让这个孩子觉得说 这个国家这个社会是利用他 不关心他的 我不知道大家懂不懂这个意思 就是说你要让这个人对台湾有感情 有真正的附着在台湾的感情 你必须这个社会必须要是真实的关心他 而不是消费他 而不是只是用新闻去消费他 所以后来跑了很久很久很久的公文 是还要做了很长的努力以后 终于用同工的身份把它聘来 我还有老委会的这个公文 还有很多很多的 但anyway 我本来想把它秀出来 但是那边有点赶 最近来不及去把它秀出来 但anyway 就是说我们跑过很多的法律程序 那台湾有很多这类的问题 比如有别人讲太多 但是我只告诉大家就是说 后来让他能够很顺利的来这边 来这边做这个学习 那其实学到多少东西不是很 其实老师那真的不是最重要的 最重要是这个过程 是怎么我们去实现这个教育环境的过程 那讲一个就是说 所有人跟我 就是年纪比较小的孩子跟我念书 我都有一个要求就是 你一旦跟一个大学教授开始 做一个专业比如数学 那你就不应该再去参加 国内的任何这样的比赛 因为那是不公平的 所以我要求他们 你可以参加任何其他比赛 但是就不可以去数学 不然如果要数学就参加国际 这是基本的态度 所以后来 他就说他对电脑很有幸运 我说那你去参加电脑 那他有个很辉煌的记录是 他这个 Google有一个网路程式大赛 是职业的 叫做Google Cold Jam 那这是全网路全世界同时比赛 他有好几个run 然后他在高二的时候 打到了全世界280名左右 然后到最后一run 他不能去 因为那个有规定要18岁 才能够参加最后一个run 你在点头 有人知道这个比赛 那 后来 所以他高二那时候 就停在那个位置 就他停在那个位置 以后一回来 马上就拿了 那个国际奥林匹亚 电脑 那根本就不是一个比赛 大家可能会觉得就是说 那个是一个很难很难达到 可是你要知道就是说 其实人 你只要把你自己栽培到一个真正的境界以后 你会知道 你只要走到你正确的方向上 走到属于你自己真正的道路上 其实那些比赛不是那么重要 重要的是那个过程 那他在Google Code Jam 停在那里是一个年纪 所以他到了高三那一年 他打进了全世界第17名 后来到了Google总部去 参加那个现场的比赛 那他现在 他是我们台大数学系的 第一志愿奖学金的第一次的获奖人 但是后来他还是决定去MIT 那我也鼓励他去 我觉得那也很好 By any way 这是我的一个 那他临走前 刚好那个蔡生江刚好跑回来 这两个人一同去MIT 蔡生江是从Harvard拿到博士去MIT当老师 他是从台湾跑去MIT当学生 所以那是在我的办公室合照 这后面是陈伯仁写的一些数学的算式 他当时已经在念代数几何 已经是这个博士level的数学 那 但这个是很天赋型的人 可是也有人不是这样 这个是我知道我以前教过一次维基本 然后这维基本 我们有一个学生在PPT pore了我的语录 然后有人传给我我就去看了一下 大致上是好像没有差很多 我拿几折跟我等下要讲的是有关系的给大家看 就是立志型就是我讲的就是说你读书 你不是因为你有特别的天赋 不是那个 当然你有一些天赋 但那不是最重要 最重要是你想要读三点 那对这样的学生我们要怎么去看 这个学生我将要讲的这个学生 他是研究这个复利的极数 所以我讲一下什么是复利的极数 我们人类会做加减乘除 喜欢太太展开式 我以前学过太太展开式把多像是高次的写开来的 大自然则喜欢复利的极数 因为大自然观察的是大范围的波动现象 比如说试波器 我们把试波器拆解成各种坡的组合 如果你做实验会喜欢插指法 如果你做估计会喜欢太太展开式 大自然喜欢复利的极数 一个函数图形你很近的看 他是太太展开式 看他的变化率 各阶的变化率 如果远远的看 就看到他的大范围是复利的极数 但是如果你更近更近的看 那就会到量子力学 它又是复利的极数 讲这个复利的极数 大家复利的极数是什么东西 我知道这边有很多是人文 或者社会科学院 或者不见得是学数学或怎么样 所以我为了要让你感受我在讲什么 我写三条东西给你看 这三条其实在讲的东西 对我来讲都是一样 那我们先看这个 我们大家一定都经历过 这个叫做油拉线 就是三角形它有三个心 这是重心 就是中间点分割线 三个分割线的交点叫重心 直心 这叫外星 外星就是这个做一个中间的垂直线 这个做一个中间的垂直线 它有个外接源 这叫外星 垂心就是三个垂直的高 所交的叫垂心 然后Orior发现到就是说 这段的距离跟这段距离 刚好是1比2 而且这是同一条直线 这是我们可能学过的一个漂亮的东西 这个证明非常简单 这个证明如果你 你如果看到我画这个图 然后用一些比例在那边乱看一下 看很久 就是跟我前面画那个图一样 就是坚持 你绝对不要去看任何人家给你的说明 不要去看任何人家给你的说明 不要去看任何证明 就是自己看 看不懂就算了 看不懂就记得有这件事情 然后就过几天再看一看 有一天你就看懂 看懂你就发现到你自己 还颇有慧根这样子 才能够享受数学的乐趣 但是我要告诉大家 其实这些东西 它最重要的是在告诉我们 这个平面 反正它是 这虽然是一个三角形 但是平面其实只有两个基底 两个像样就可以撑起一个平面 所以另外一个三角形 另外一边是假的 那是一个假的东西 那基底这个概念就很重要 就是说我们把 我们研究自然界的事物 把任何个东西分解成一些分量 那这是我们研究东西的基本方法 比如说我们这里面可能有100个学生 或100个学生老师加起来 那我在你们每个人心目中都有一个投影 你们每个人都是一个基底 然后这个投影的总和 经过这样的散起来以后就是我 至少是我在这个场景里面所出现的效应 那你要了解这个不是乱讲 这是非常贴切的去解释一个社会行为 所以数学是逻辑 我们为什么相信数学可以解释世界的东西 因为你相信这个宇宙的运行 社会的运行是根据逻辑在进行 但是这是一个假设 其实没有任何人知道 为什么社会的运行是根据逻辑 I'm not sure 因为你知道有时候 你突然心情很不好的时候就会发疯 那看起来很不理性 所以可能也不遵循什么逻辑 但是most likely 你好像相信 相信整个宇宙的大范围的运行是遵循逻辑 所以因此数学里面的任何东西 其实它都有一个更生活化 或更社会化的一个解释的方法 那譬如说我们刚刚讲 sinx如果根据 这个sinx是一个这样的波形 可是如果你硬要把它写成多项式 你就会写成右手边 那个什么x-s 三方处理 那是我们维基边里面 学的Tiler展开式 对我们在一个点的附近 硬是用多项式去逼近它 对不对 明明是一个周期现象 我硬要用一个没有周期现象的东西逼近它 倒过来我们一个x 这是一条直线 直指的函数 我硬是要用pro去逼近它 对不对 这叫复利液极数 所以这是我们在看待事情的时候 我们用不同的观点去看东西 那这个东西 我用一个很奇怪的方法解释给你听 虽然很可笑 就是2分次s看起来很像男生 那sins看起来很像女生 男生就是比较那种 不会变通这样子 刚刚硬硬直直的 然后女生是比较有周期性的 这个也是有点乱讲 不过anyway 就是 就是说女生是比较 它是一个比较感性的 就是它是一个大范围感性的东西 男生比较会stick在一个很local的地方去 在那边钻牛角尖 可是两个东西可以互相表示 只是它需要无穷相 这是一种 但是这个就是告诉我们说基底的重要 基底就是 就是这些东西叫做基底 你选择什么东西 作为你测量东西的基底 那我们今天大自然的现象是非常的复杂 事实上 它并没有办法 只用这么简单的复利的极数 做出很有效率的表达 我最后要讲的这位学生 他所做的东西叫做 Adaptive非线性复利的展开 他现在是一个生物统计的专家 现在在多伦多大学任教 他当初来找我的时候 已经28岁 他当时已经是荣种的住院女生 已经是做了三年的住院医师 然后当时我还在中庄大学 他突然有一天跑来 他跟我说我可不可以教他 然后我了解他的背景以后 我说你现在的薪水是我的两倍 我说算了吧 我说你要做数学 那你就跟我一起写个研究计划 我们就一起来做 你当医师我是做数学的 我们一起来做 我教你没有问题 我说你跟我当我弟弟差不多 不用当我学生 他说不行 他说他的梦想就是一定自己 要成为一个数学博士 我说你为什么要有这种梦想 他说因为他以前 那个大学人考的那个志愿 是他爸爸帮他填的 只能填医学院 只能填医学系 实际上他是那一年的 大学人考的数学全国第一名 最高分 他为了要不念医学系 他的生物只写了一题 因为他不能零分 一当时的规定不能零分 他写了一题 结果他这样考上阳明 然后他在这个大学的过程中 他一直没有忘掉 他喜欢数学 他喜欢数学 他一直跑来台大听课干嘛 自修 可是其实他那个数学 是残破不堪 就是一种梦想 那时候他来跟我讲这个的时候 我其实是被他感动 因为他后来真的把他的医生辞掉 他的阳明是功倍 然后他把他辞掉还了那些钱 然后又回到一个穷苦的样子 然后好像 人家数学 念数学就是要开始看起来很穷苦的样子 就开始要念数学 所以后来我是被他感动 可是我觉得这样还是不行 我一直跟他讲说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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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说你的人生已经有十年花在这个东西上 而且老实说医学是一个 对人类非常重要的东西 是一个非常有意义 非常有价值的东西 为什么要忽视这个东西 为什么要忘掉你真正的才能才华 虽然你认为数学是你的才华 但在我看来 你的医学的所有的背景 这些所有的经历 对你才是更难能可贵的才华 事实上他的数学已经不可能 因为数学是一个讲究很年轻的时候 虽然他曾经很好 可是当时他已经28岁 其实已经too late 可是他不相信 他无论如何他就实现这个梦想 所以后来我们还是想尽办法把他送到Princeton 送到Princeton去念 结果他到Princeton去以后 他不到半年他就投降 他就发现他身旁的人怎么都只有20岁 19岁 Princeton那些小孩子都是这么小 他们都在念PhD 而且每个人好像什么都会 他自己变得好像呆呆的这样子 他后来开始就很痛苦 有一段时间很挣扎 但是他在Princeton跟了一个 叫做小波的发明 小波叫做Weblet 是一个现代用电脑版本的复利液极数 他是一个比较现代的一个 在电脑上使用的复利液极数 所以后来他跟着这位老师 就开始做相关的应用数学的研究 然后他在美国 其实大家看到的都是他医学的背景 因为他的数学真的是 比较起这些一流的长征能学校 他的数学是不太行 但是配合上他对医学的整个了解以后 突然变得非常的强大 因为从来没有一个人 他居然可以在这两个地方 都是有专业训练 所以后来也是因为这样 后来他自己慢慢说服自己 他不可能成为一个几何学家 他想要当几何学家 所以他还是必须要成为一个 做这方面的东西的人 但是他还是坚持 一定要把数学应用到上面去 所以后来他 他有个很美妙的想法 这个时间时间已经要到了 所以我很简单讲一下 他在想什么 他说我们人类在测量所有的东西 包括这些潮汐现象或各种现象 他相信这些东西都是一种 大范围的波动的总和 就像是负利液极数 他是各个坡 然后慢慢叠合起来 可是问题是 他这个负利液极数 是建立在有个周期 周期就是0到2π 然后他就循环回来这样 或者你把它想成是一个圆圈圈 就会走回来 那真实的世界里面 他背后好像这些数据 背后好像也是有一个这样子的形体在那边 可是那个形体可能不是一个圈圈这么简单 也就是他的周期现象可能是一个很复杂的形体 那这在几何里面 我们叫做manifold 就流行 那他相信这样子的一个现代版的观念 的负利液分析才能够用来 刻画现在这个世界的现象 那再加上我们 这个世界的现象是会变动的 所以你这个基底 你在描述这个 你在描述这个世界现象的用的这些基底 它也是随着时间在变动 那这个东西 这个观念叫做adaptive 那我刚刚为什么画那个三角形给大家看 原因是因为你想想看 这个三角形也可以一直动 我刚刚不是画一个油拉线吗 那三个点 什么两倍 它是它的三倍 你发现很奇怪的事情 就是说那个三角形不管怎么变 那个式子永远是一样 那三个点的关系是 它并没有随着三角形的变化 而有什么改变 这样的观念就是我们所追求的 因为我们在科学里面 或我们在描述社会现象也好 或科学现象也好 我们要达到的东西是 我们希望能够有一个 你知道就是像这样的relation 就是说虽然时间在变动 你用的基底也在变动 但是呢 你追求一个不变的 一些imbarium quantity 那这些东西在现在有非常大的运用 那turns up 我之前谈到那个清华 把他名字写出来糟糕 这要圈起来 圈云 那他最后呢 他本来是到哥伦比尔去念 纯维本几何 但是他自己本身 后来也是 他也曾经在我们台大当过助理教授 但是他后来也是来我办公室 他跟我讲说 他要的不是这些 他要的是对人类社会真的有影响的数学 他希望做的是能够更贴近这个真实的东西 那后来我就介绍他去跟这一位 这位我以前的学生谈 那两个一谈集合 后来他就跑到多伦多去做他的博士后 加入他的研究团队 那他们现在做得相当不错 那这个是我当初给他写的推荐信 给这位医生写的推荐信 然后实在是时间也没有了 所以我就叙述了一些他的经历 然后我只是告诉大家 他就是说他是一个荣种的医师 他离开 然后现在居然跑来跟我讨论一些 最现代的什么 卡拉比卡 这都是我们在现代的维分解的里面 最尖端的东西 那他是一个医生 跑来跟我讨论这个 所以我才会帮他写这封信 他跟我做了一些事情 这就是他用那个漫画 就是用那个电脑什么是弄一下以后 弄成了样子 然后这是一个他的演讲的投影片 那他们在做人体的这种测量 比如一个小孩子 你上面接了一大堆的东西 然后开始做各种测量 那测量出来的东西 当然就是一大堆各式各样的波形 那我刚刚告诉大家的就是说 这些东西其实可以用一个 adaptive full analysis 用一种更现代的这种方式 来分析这些数据 这是现在在医学跟在数学之间 一个很热门的桥梁 那他真的很不错 因为他的很多同学 现在都是容总台大的主治医师 或者是主任 所以他可以跟他们做很多合作 那我一直觉得 这个是我们台湾的科学 因为台大 我们台大最好的地方就是 我们所有的学科都在这里 我们有那么多好的人 我们不要只关在自己的学门里面 应该多去透过社团 或透过各式各样的场合 我们多去跟大家交谈 然后吸收更多的知识 才能够创造更多的东西 然后最后 反省 这一页是最后一页 我就要结束了 希望接受大家提问 这个反省是怎样 我会开始对教育有这么强烈的感觉 跟我当兵很有关系 很多人不喜欢当兵 我也不喜欢当兵 可是当兵对我有非常强烈的影响 因为我去当兵之后 我的所有数学都忘光了 我当了两年的兵 我是战斗部队的排长 我每天都在操练 每天都是一万公尺 然后每天都是全部武装 我带了书去我的部队里面 我带了一本很重要的书 就我从来没有打开来 我都把它带回来 就放在我的枕头下面 所以我在去当兵之前 我的数学相当熟相当不错 可是我当兵回来的时候 我变成像一个呆呆的一样 可是这是好事 因为它让我重新了解 原来一个人要怎么样从哪里开始 所以我才开始 因为我从小当然数学是比较顺 不过当兵让我这个 必须要从头开始 荒漠到绿洲 这个是在讲什么 这在讲我刚回来台湾的时候 1998年 实际上当时台大的 或是整个台湾的教学环境 事实上还相对是落后 尤其在很多 甚至在很多先进的学科 我们根本台大师教的很少 所以在数学系 我曾经做过一些努力 带入一些比较新的课程 然后让我觉得 我们必须要让我们的下一代 接触到真正最好的东西 他们才有机会 所以这个是 可是我认为这一点 我们慢慢做的还可以 我想在现在台大的现场 我认为台大师进步非常多 在过去这么长的时间 所以我觉得我们现在 已经可以算是绿洲了 可是这个我还是不断的强调 我认为这跟我们的社会结构 跟我们的民主自由 所以大家常常批评教改 其实我是持不同看法的 有得必有失 有失必有得 没有什么东西可以全拿的 只是说在那样的事情之后 可能大家觉得说教改 我们的基础训练变得比较薄弱 That's true 因为你要要求更开放 更自由的思想 你当然会牺牲掉一些东西 那你要做的事情 是怎么再用其他的方式 把这些东西再补回来 使我们更为强大 那未曾探索的领域就是 我刚刚讲的这些 就是cover我个人一些 教学上的经验的范例 那并没有办法cover到 比如说最弱势的 所有的东西都是最弱势的那样的人 在我们社会仍然有很多数 那我从来没有在这上面做过任何事情 这个是我比较没办法琢磨 那当然在社会上有很多人 在这上面做很多事 比如像李家彤教授 我想大家都知道 所以这个也是我们可以去思考 那总结就是 我觉得在面对不同的学生 很难讲说一定有什么原则 但是我觉得最重要的原则就是 你要真心的思考他是他你是你 你不是他 你只是他的supervisor 你是他的哥哥 你是他的助教 你是他的老师 但是你的存在是希望他更好 是你希望ispro 帮他把他心中的那个火花把它秀出来 让他找到他自己能够 所以我想追根究底 还是这个老调牙 这是八股的 爱的教育 我想就今天讲到这里 好谢谢